民众订了机票要飞台东洽工 没想到就在机场空等4小时 这位民众爆料 他日前要搭飞机前往台东 登机前地勤人员就询问 因为位置超卖 能不能让出机位给一家三口的小孩 也承诺他会换另外一架航班 而且会有补偿 这女旅客答应之后 结果接下来的航班也没有位置 甚至他拿到的只有一架飞机模型 一直等到大约11点多 才终于有飞机搭 让他是气炸了 对此航空业者回应 对旅客声表歉意 现在也提供免费的来回机票兑换券 要给这位旅客当作补偿 不少民众在国内旅游或洽工时 为了节省时间 愿意多花一点钱搭国内航班 但有民众遇上这样的状况 偷出机票气愤的在脸书发文 表示早上7点多的机票 被航空公司一改再改 最后直到11点多才搭到飞机 如果根本就没有9点55分的这个航班 可以搭 你不要这样承诺我 我也不需要为你改新程 这位旅客在16号时 准备从松山机场搭乘 早上7点15分的班机 前往台东开会 但地勤人员向他询问 因为位置超卖一位 是一家三口有小孩 要赶绿岛的航班 询问他能不能帮忙让出机位 也帮他换成另一家 9点55分的班机 更承诺会提供相对应的补偿 这位旅客答应了 不料后来得知 这份补偿是送他一个飞机模型 让他觉得很傻眼 后来双方协商 把补偿换成来回机票的兑换券 没想到事情还没落幕 当天9点多收到通知 连9点55分的航班也没有位置 要再延后到11点15分的班机 对旅客来说 行程几乎延误了四个小时 对此航空公司强调 绝对没有欺骗旅客 对于他的协助 也表达感谢和歉意 作为补偿的机票兑换券 目前也送到旅客手上 不过这种超卖机位的状况 在业界来说 其实很常见 航空职业培训师表示 一般这种状况 如果要提供旅客补偿 也会以机上兑换券 或是购物金的形式发放 只是这回一连换了两次航班 也让旅客毫无奈 记者陶宇轩 陈庆舟 台湾报道 近期炎热的夏天 补充水分很重要 但其实喝水的时间 也有一大学问 营养师提醒大家 不要等到身体觉得渴了 才喝水 因为瞬间如果喝大量的水 其实身体无法有效吸收 喝了也等于白喝 现在营养师还分享了 这一份喝水量的公式 其实跟自己的体重有关 还有所谓的黄金喝水时间 带您一块看看 年年夏日身体水分流失的特别快 但大家的日常喝水习惯有做对吗 上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先喝300cc的水 温开水 把昨天的那个补都拍出去 除了口渴 还有想喝水 那你就是口渴才喝是不是 对啊 你真的非常渴的时候 你才补充 代表细胞已经很极度缺水了 这时候你如果又一次喝 突然很大量的水进去的时候 你不是慢慢的喝 其实你的细胞吸收水分的那个 速度效率也没有那么的好 反而就是很容易排出 建议早上起床空腹 先喝一杯300cc温开水 可以有效唤醒肠道乳动 饭前一小时 也可以补充一些增加饱足感 运动前中后 更应该适量分段补水 还有对忙碌的上班族来说 工作时不要忙到忘了喝水 适时补充水分还可以提神洗脑 究竟每人一天要喝多少水才够 简单计算方式营养师帮你算算看 一般成人可以用自身体重乘以30至35毫升 这样的量才足够 建议睡觉前就不要再喝水 如果你今天习惯睡觉前喝一点水的话 你一定要再去上一次厕所 才不会就是因为夜尿 然后想到睡眠品质 水不是喝得多就一定好 搭配营养师的建议才能喝出 好效果 借台北综合报道 疫情方面的议题则要来聚焦 为了要防堵BA.4跟BA.5的疫情 有一些国家已经扩大接种了 第四剂新冠疫苗 让不少民众也关心 台湾需不需要跟进呢 国内医师则是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现有的疫苗 对Omicron亚新变异株的防护效果 差强人意 建议要等到次世代疫苗问世之后 再来做大规模的施打 尤其是BNT除了有原始株之外 还会加上了BA.5 那接下来要讨论的所谓高风险 还是必须要先接种 提早获得保护力 另外感染科医师也分析了 这次BA.5变异株 进到台湾的一个趋势 他们也估计说 大概等到9月10月 其实在8月9月的时候 这个点就会进行的 所谓的黄金交叉 那之后9月10月 BA.5就会来到流行高峰期 面对Omicron亚新变异株 BA.4跟BA.5 已经在各国蔓延开来 国内也出现了本土案例 这让不少民众担心 台湾是否要再全面施打 第四剂新冠疫苗 旧的疫苗 它对BA.4跟BA.5来讲 它并没有预防的效果 次世代疫苗可以早点进台湾 那你说不就把次世代疫苗 当第四剂 这样也省掉很多行政的成本 不然你打完第四剂 次世代马上要进来了 过一个月 然后你要再打第五剂吗 根据医师指出 BNT次世代疫苗 是用原始武汉株 加上BA.5病毒株设计 这块十月问世 至于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则是原始株加BA.2 这块九月问世 保护力都比现有疫苗来得好 因此不少感染科医师认为 现在不需要 急着开放全面施打第四剂 但高风险族群 还是建议先接种第四剂 来提早获得保护力 而医师黄利明跟黄高斌 则预估 7月8月这波BA.1 跟BA.2疫情会明显降温 但现在BA.5变异株 已进入台湾社区 因此一到两个月后 将会掀起另一波疫情 医师也提醒 流感等其他传染病 可能会在秋冬流行 但对于年底防疫再松绑 依旧乐观看待 网络热门讨论话题 还有一名网友表示 他把先生珍藏的哥吉拉公仔 送给娘家亲戚的小孩 结果先生发现后 就气到离家出走 类似的话题 在网络上掀起议论 没想到彰化的这名蔡先生 他很喜欢搜集玩具 就发文说 他老婆都不会骂他 这些公仔也不会被拿去送人 最后就附上了这一张 公仔展示间的照片 里面超过了一千多只的公仔 花费走金额破千万元 这一幕让好多网友看了 是好羡慕啊 甚至还有人说是神人出现了 所以在当地 其实做梦也会笑 走进餐厅 展示柜里摆满公仔 还在网里的经典角色 卢波索隆还有乔巴 甚至连赛亚人的模型 大大小小只 统统都有 不说还以为是来到公仔博物馆 他其实很易碎 其实我蛮宝贵这些公仔 所以我看一下我女人 要靠近我都叫 你远一点我等我煮啊 蔡先生是一名玩具收藏家 陆坑五年多花了破千万 收藏一千多只公仔 模型多到家里放不下 还开了一间公仔主题餐厅 像之前搬这个来的时候 他都说一定要像捧神明一样 捧过来 其中最贵的是这一只 变形金刚柯博文 高度九十公分 相当于半个成人高 要价不菲 蔡先生花了十万左右才买到手 他之前也收藏过哥吉拉 公仔争执了三倍 日前有个女网友把先生的 格吉拉公仔送给亲戚小孩 先生发现后气得离家出走 蔡先生刚好也看到po文 就在网路分享说自己买多少公仔 太太都不会骂 网友暴动留言直呼 真羡慕想搬过去跟公仔一起睡 蔡先生买模型 事先跟太太有良好的沟通 获得大力支持 不仅公仔越买越多 还因此开店能跟同好 一起分享 记者带路某 中华报道